最近就有消息傳出來 就是這個 BC省的新聞主黨的政府就準備計劃到 要求學校成立 就是負責學校的學校局成立一些政策 就是要求學生在學校裏面不用手提電話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們覺得手提電話對他們的學習 是有負面影響的 更加重要的是他們覺得用手提電話 就令學生有很多危險的問題 比如有人在網上欺凌 在網上那些年輕人會接觸到不好的資訊 或者就是色情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問題其實北美洲很多地方都開始正視 和覺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比如美國剛剛來佛羅里達州已經開始想立例 就是說16歲以下的年輕人是不能夠用這個社交媒體 這個社交網絡的 當然中國也有這樣的條例 就是說開始限制年輕人 比如上網玩遊戲 就是全世界各地都開始知道這個科技 手機這個科技一方面帶來很多方便 但是另一方面特別在年輕人方面 也都帶來很多挑戰 就是怎樣是令到他們更加善用這個手機 就是令到這個手機不會作為一個 對他們學習成長 還有他們的個人安全是有一個影響的 這個政策傳出來之後 反對黨 這個BCUnited的黨首都表示會支持 這個就是說 表示到這個政策 就不是一個政治的問題 是一個比較迫切的社會問題 就是各個政黨可能都會支持去做一些事情 那個問題就有兩個 第一 究竟你要那些學生在學校不用電話 這個這樣的政策是否會很有效呢 是不是就是說 當然可以幫到 就是學生不多不少都會用少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這樣 就是完全可以解決了這個問題呢 是不是還有其他東西可以需要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我覺得除了這個用 用年輕人的學生用度之外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問題我們需要解決呢 比如政府是不是要加大一些力度 去取代一些網上的欺凌 是不是就是說騙案的問題 比如我們以前經常都說 不只是年輕人 我們老人家 甚至年輕人 都是很多時候人家用手提電話來騷擾 還有做騙案 就是說政府是不是要花多一些時間 去想辦法去解決和處理這些問題呢 我想聽一下兩位的意見 Norman和Pius 你覺得 我覺得我是反對的 因為我覺得他現在這樣做就是斬腳趾避沙蟲 基本上你說的那些網上的欺凌 或者什麼樣的那些 基本上他不一定在學校裡面發生的 因為通常這些反應是在家裡的時候 他在家裡的時間更多 那他在那個時候可能他上網 交朋友等等才發生問題 所以其實基本上你說那個學生 你除非不給他帶的電話回到學校而已 所以現在基本上已經是不可以 就是已經是一個生活的一部份 所以你可以能夠控制 就是在學校其實這個加強 是怎樣用那個電話的教育 就是你怎樣去 best use of 那個 tools 因為其實很多在學校的東西 就是網上教育 電郵 或者交功課 做功課 都跟那個電話是分離不了的 那比如說你說是上課的時候不用 那OK 我覺得是可以在學校裡面來講 是規定他們譬如上課的時候 就不是有需要的時候 就不可以碰電話這樣 那這個我覺得是OK的 但是你說是 其實他最主要是擔心 因為那些之前有幾個個案子 就是有個學生只是自殺了等等 但是如果你這樣在學校不給他用的時候 是不是能夠醫療就能夠解決到 不會的 令那些事情再發生呢 是不會的 那一個問題就是你學校裡面 是需要增加一個 syllabus 是專門教學生 是怎樣去用這個電話 是不會令到這個電話都會戒傷你的 那這個我覺得是重要一點 而不是說就這樣說 那些家長投訴說不要讓學生帶電話回校 那就解決到一個問題 那真的不會的 我也很奇怪為何會作出這樣的決定 我想等一會我會回來問一下 因為你有一個小朋友 但是我想問你之前我想聽一下Prius的意見 因為我覺得這個省政會的立例是會受到一些阻力的 因為現在真正控制所有的校區 我們在BZ省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學校局 那些學校局呢 其實譬如你知文 它可能有一個學校局 溫哥華也有不同的 每個城市可能都有不同的 而每個學校局的執行的做法 都未必全部跟其他學校局一模一樣的 所以在個別情況那裡 會不會是有些可以用電話 有些可以不用電話呢 或者是在某些情況之下 會不會是那些叫做advise你不用電話 而不是強迫你不用電話呢 舉個例子 譬如現在你去一個戲院看戲那裡 他就臨放那些戲那時候要你把電話關掉 或者是靜音啊 還有絕對不可以拿出來拍攝東西 就是不可以拍照片 各方面那些 這些已經是大家都遵守一個政策來的 那如果你真的有人遵守 是不是有警察去抓他 或者什麼呢 又未必的 只不過是旁邊的人會 看著你會投意一些非常比試的目光這樣 或者是處理在各方面這樣 那學校會不會有這個同一個做法呢 就是有一個指引 但未必一定強制性 因為很多時候 舉個例子 真的有些緊急情況 譬如家長要找個小孩啊 有某些情況可能電話是唯一一個通訊的渠道 就是等他馬上見到 譬如說那個爸爸突然早上上學 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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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車 但是你換堂的時候 你可以看信息或訊息 但是一到下一堂 大家又關掉了 關掉了不要用這樣 是不是好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考慮 因為這個電話是一個 如果從好好的方面來講 是一個學習的工具 是一個通訊的工具 也都最重要的就是一個危急情況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工具 如果萬一有什麼事 在學校的時候 你去找個小孩 那個小孩有個電話 就可能容易找回他 所以這個就是 你不能完全是從壞的方向來看 你都要從好的方向 就是做一個工具 是怎樣去善用 就是學生是怎樣去善用 所以我都支持 你完全去善用 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 那麼Norman 你有小孩 你這個小孩已經是最喜歡用電話的時候 開始喜歡用電話的時候 你這個態度怎麼樣 譬如他日常生活裡面 你會怎樣去引導他去好地用這個電話呢 他已經知道了 基本上他們現在去到這個年紀 他們已經知道了 應該怎麼做的 就像你所說 你先生也會告訴你那個指引應該怎麼用 上課網拿來用 等等 他們都知道的了 譬如那個 好像剛才Pilus那樣說的 有時候那個小孩 就可以利用那個電話 跟家長保持那個密切的聯絡 譬如說 突然間今早 漏大了某樣東西 他們傳個訊息給我 那我就可以知道 可以拿回給他 放在學校那裡 讓他自己來拿 就是變成這些 怎樣去利用那個電話的容處呢 其實學校是需要 譬如教導學生 那個電話應該怎麼用 還有怎樣防止這些騙圖 騙案 等等 我覺得這個比較重要的 就不是說禁了 是啊 沒錯 我覺得我也贊成 因為這個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你都不能夠說 你什麼都不用認識的 你都長大了的時候 你自然會認識的 這些這樣的想法是完全錯的 大了你就知道的 有些東西不是大了就知道的 譬如投資 就是理財 不是大了就知道的 你從小就要教他 是不是 你從小的時候應該告訴你 理財應該是怎樣的 怎樣可以儲蓄 投資的方向是怎樣的 那你長大了就不會被人騙了 很難說的 譬如JPEX那些 廣告帶到飛在香港的地鐵站 到處都有 那你真的沒有想過他真的是詐騙的 那你騙也比那個機會少一點 你比完全什麼都不懂 就騙了 電話肯定是將來我們的社會越來越重要的工具 這個不用考慮 值了一天是不再有一個東西可以代替電話 將來電話根本就是可能你的車市 你入門口 什麼 你所有的支付貨幣 你什麼 ID 全部都可能是電話 電話上面做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連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